台南市前进发局长陈凯玲 涉嫌贪毒还有性招待遭到的积压 甚至传出了被偷塞光碟 台北市议员徐晓星表示说 即将要代表民进党角逐总统的赖清德 曾经说你们屁股有几根嘛 我都知道 那对台南官员的贪污 到底知不知情呢 要不要对这个事情表态一下 陈凯玲她的家人是住在新竹 那她自己在台南工作嘛 所以家人离她天高皇帝远 那她有时候需要一些这种 余姓节目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看她从这个台南 她比较礼拜五晚上 礼拜五晚上她下班了嘛 下班之后应该要回台 一般来说从台南开个车 然后吃个火锅唱个歌 然后回到清竹看家人 你对政务官的想象是这样对不对 没有啊 她中途会经过一站叫做台中 台中的时候她老大爷就呆下来了 然后据说呢 这都是新闻报道 据说她会喜欢找一些 看起来貌似年轻的妹妹 然后呢她就是以一种 就是大哥哥要照顾师学少女的 这个心态会问她说 你还在读大学吗 好像特别喜欢选这种的 让到台南市的其他的 这些公务人员都知道 礼拜五不用找局长 局长不在 局长不在 局长在忙 局长没空 局长可能去关心一些 少女的未来生涯的发展 提供他们一些 可能必要的协助 现在厂商越来越精明啦 她开始觉得 你这样子每天我都招待 你招待这么多次 那我怎么知道 后续的这些工程 你会不会配合我 所以呢他们就有了 这个新闻人报导说 她有三个性爱影片 都被人家设举 所以接受性招待的过程 人家还给她存证 好人家给她存证 后来呢她就拿了这个影片 说我们要来瞧事情了 这个我有什么什么工程 要希望台南市政府 可以配合办理的时候 就拿这个给陈凯玲看 所以陈凯玲是早就知道 自己已经被偷拍的 甚至新闻报导提到说 市长也知道 这个就很严重了嘛 那黄伟哲你知不知情 你不要说你要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陈凯玲她涉及的事件 包括什么 她不只是说性招待 跟贪污的问题而已 她还包括 你有没有去帮很多厂商 曾经去敲过光电 等等的利益 这是谢龙介 她去正式有提告的部分 现在也正在调查当中嘛 所以这一切都指向什么 一切都指向俯城变俯城 腐败的腐败 那请问民进党的主席赖清德 今年要代表民进党 选总统的赖清德 台南市的前市长赖清德 到台南的时候说 你们屁股上有几根毛 我都知道的赖清德 请问你知道吗 请问你们要道歉吗 请问你要概括承受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 它比较温和 一定要有的人 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 一直喷酒精 好但是呢 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好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 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